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 有善土地 爱护地球 这个是目前全世界被共同讨论重视的一个环保议题 地球只有一个 怎么样能够让在地球上所有的子民们都能够有更健康 更安全的土地可以生活 有更好的食物 更安全的食物可以享用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今天就让我们来分享台中市雾峰区农会 带领农友们与黑赤渊 共同守护在地生态环保的精彩故事 我们要先来介绍一只非常棒的 你说它鸟 它应该是原鹰 对 对不对 是老鹰的一种 我想大家都很耳熟人想的就是这个老鹰红豆 它是当时在屏东 很多的这个保育界的学术界的 它鸟会的这些专家们 他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老鹰 怎么黑渊了 突然间被毒死了 然后后来去解剖之后发现说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农药残留 才慢慢地去了解说原来他们吃了那些 在红豆田里面 然后老鼠吃了这个老鼠药之后 在这个食物链里面 然后黑渊吃了这些老鼠之后被毒害了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展开了 在后续大家对于这个黑渊的保护 还有整个这个生态环境 然后这个红豆栽培根座上的一些 友善根座的这些重视 那后来我们雾峰在地区在推广 这个异犬香米友善根座的 大概几年后 我们屏中科大的这个动物保护 领救所水宝局 还有我们台中这些鸟会的朋友 他们发觉说在我们这个田区附近 其实有很多保育类的这个鸟类 好像类似黑渊渊他们的出现 于是就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气架的设置 在田里设置气架的方式 来我们这个吴甲地就是友善根座的 这个田区来设立气架 然后引来黑渊渊让它那边可以停留 来逆食这个田间的老鼠 那帮我们解决这个鼠害 因为要让黑渊渊可以有休息 去观察猎物的地方 所以就设置了这个气架 用这个竹竿做成的 那它停留在上面 它可以看到田里面哪里有它的猎物 方便于它去觅食 对 所以在我们友善根座的这个田区里面 会看到很多像类似这样子 样式的这个气架 会遍布在田间 那有的这个气架上面 我们也会设置这个即时摄影 就是感应式的 记录它这个黑次元活动的 或是一些鸟类活动的 一些影像的 现在它等于也是就是属于一种友善环境耕作的一个指标 在台湾从南到北 其实不管是水稻田或是凤梨田 西瓜田或红豆田 只要做友善耕作的 多半它们都开始去用这样的气架的方式 让这些保育类的这些鸟类或是 不管是黑鸢 黑刺鸢 可以在这边注流 然后帮助我们除这个田里面的鼠害 这个黑刺鸢真的是很美的鸟类 然后它的翅膀 翅膀很长 它身体只有31到37公分 可是它翅膀展开了 77到92 几乎是它的三倍长 所以它就很容易可以 差不多这个翅膀的摆动 可以停留在空中很久 这是很厉害 然后你看它展开之后 它的这个翅膀这么漂亮 在这边整个雪白的这个 整个身上有两对黑色的翅膀 然后它眼珠的红膜亮丽 所以让它很吸睛的一种动物 所以它最厉害的是它这个翅膀 然后非常迷人耀眼的是它的眼睛 对 如果运气好的话 田间散步就可以跟它们打招呼了 一般它应该是比较属于清晨 它有傍晚的时候比较会出现 所以它站在这个翅膀上面 然后如果发现说 哪里有好吃的猎物的时候 它是俯冲而下 是 然后它咬到之后回到翅膀 可是我们有拍过它吃 那个老鼠的画面 还有那个食检 所以我们也推出了这个 黑翅膀的绘本 绘本 所以可以让很多的学童可以透过绘本 对 更了解说黑翅膀的一些迹性 它的功能跟这个环境 跟农业的关联 所以这个要感谢我们 雾峰很多的文石工作者 他们主动的其实去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刚刚说的 不是只有农会农民 其实在地人都会关注参与 然后做这件有益的事情 所以等变成整个雾峰地区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们雾峰其实有两个生态保育的指标 一个就是黑翅膀 另外一个是猫头鹰 所以我们在山上 这个也有很多关于猫头鹰保育的故事 和过去的一些努力 除了我们有黑翅膀米跟黑翅膀面 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 在一副寺馆里面成立一个面食馆 那主要就是我们过去有 种植过这个小麦 然后我们在倒做二期收获之后 我们在这个有机田里面 会撒下这个荞麦的种子 荞麦 对 因为桥麦它开的花是白色的 非常壮观漂亮 所以它可以当成是 这个冬季的景观座物 那也是当蜜圆植物 让蜜蜂去产蜜 然后它又可以当绿肥 对土壤的肥力有一些帮助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收取这个桥麦 来做这个桥麦面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样的 好的农座物呢 那价值让大家看见 那我们就在这个固执馆 成立了黑翅圆面食馆 一方面也是推动这个黑翅圆这个品牌 让大家认识这样的生态保育的一个观念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样的做法 它会连结到我们一些农产品 跟这个产业的连结 透过饮食让大家健康 然后也认识在地的环境 跟一个友善的耕作 是 米以食为天 那边 那边一定要够给他的爸 我们也去见识一下我们的面食馆 欢迎 那我们请 OK 我们要走一下 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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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林医师他们家里的厨房 这个老房子遇见了雾峰去农会 结果有一个很有理想的总干事 舍不得把它拆掉 对 就是雾峰的宝 然后梦想终于发芽了 这个就是 我们的黑赤面面食馆 这是林医师他们以前念的 在地的学校 我们现在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雾峰区农会的 这个黑赤渊面食馆 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面食馆 又连结上我们农会的这个 家政班 他在我们农会的这些活动里面 他们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是 是 我们农会跟家政班 跟这些家政妈妈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因为我们在长期就是 在各村里都会有家政班 然后我们农会会举办很多的课程 安排很多课程 包括是烹饪 烘焙 然后手作提 这个 有一些健康养生 一些知识课程等等 那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那主要就是说 在让这些家政妈妈的技能 能够全方位的提升 然后在农村里面可以扮演很多 照顾家庭 然后地方发展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他们可以说是 多才多艺 十班 十八班 五亿都会 那因为我们在 这个友善甘作的田区 种植这个一泉香米之外 我们在二期到座收割之后 也种了荞麦或是小麦 那主要是这两个座物 可以拿来当面食 尤其是荞麦 它其实是一种景观座物 它又有提供蜜圆的一个功能 然后又可以当绿肥 所以我们把它开发了 蕎麦面 然后再利用我们家政妈妈的 这些手艺呢 去研发了很多 各式各样的这个面食 小菜等等 当然这里也有 可以吃鸢肉燥饭 也有素食餐 所以说是我们也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有健康养生的餐饮 然后同时也能够了解说 这个农业的荣业 有善农业的发展 然后关怀这个生态保育 是 是 那也等于就是说 把田间的这个作物 透过我们家政班 妈妈们的这个巧手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吃到 对 因为我相信在这个 黑赤鸢面食馆里面 吃到的东西 都是有多多钱的吧 对 当然 当然 而且只有妈妈的味道 对 所以我们下次 如果有机会 哪怕是路过 是 也都可以进来 对 我们只有礼拜一休息 大家记住了 只有礼拜一休息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都有 是 可以到附近的酒庄 我们雾峰的很多景点可以逛逛 是 像光复新村 沈义会 亚洲大学等等 雾峰邻家 哇 好多可以让大家可以多留在雾峰 连我都很想要来买泥 对 在酒庄里面就有这个 除了雾峰的农产品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各地農会的特产 也有我们一些小农所自己种的 这个生鲜的农产 是 都在酒庄的干妈店有贩售 所以 欢迎大家 能来这个雾峰晚 来走走 那我们看看这边是我们的初物学堂 好 我们看一下附峰农会到底设了一个这个初物学堂 大家可以在这个学堂里面 学到什么东西 对 我们其实这个一开始的设计是为了要让 就是 酒庄这边 好 因为要介绍我们的酒 要让大家品酒 所以当初 这里其实就规划一个园区 一个休闲农业 休闲农场 稻米生产农业的生产 一级产业 到加工二级产业 到三级的服务业 之后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结合休闲旅游体验 变成了一种叫六级产业 那创造这个盟业更高的价值 那现在其实民众的一些休闲活动 也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是的 非常欢迎 我们先来看看 好 哇 这么棒的环境 平常会有什么样的课程 在这里解体 一方面就是介绍我们 农会所炼造的酒 然后让大家可以品尝 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说 整个这个酿酒跟品酒的文化 那接下来我们因为这个场域 其实是我们在 农事事件家政推广的一个 就是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食农教育 体验课程 手作的课程 甚至有些训练讲习 都会在这里举办 包括是室内或是户外 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农民市集 或是音乐会的饗宴 然后在假日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休憩的场域 所以农会这边也设计了很多很多的 让农友们可以一起这个做活动的这样子的 活动的设计也好 空间的提供也好 这个是非常周到 而且是釜底抽薰的做法 对就是直接可以跟民众直接的交流 所以其实我们物丰有一个很特别是有一个造物自然农市集 那他们后来成立了一个协会 那我们每个礼拜三 早上会在我们农会的大楼的那个前面 提供他们这个场域去办理这个市集 那也已经大概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们慢慢也是 他们都是从事友善工作 然后直接都是有跟消费者直接的互动 交流也长期来也累积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支持者爱用者 对所以对于我们物丰的这个 友善耕作这个农业的发展 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透过总干事这样子的说明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健康的这个友善耕作 其实绵绵绵绵的每一个阶段都一直在 不知不觉的这个成长 对 一直当大人一直当大人 对对对对 开发结果 很多人在参与 在讨论在努力 所以你说这边的市集是固定的每个礼拜三 在我们农会的本会大楼 非常棒的这个场域的这个设计 所以有这么棒的这个场地 准备变变变 对对 是我们可以希望可以创造的更多的可能 把不可能变可能 对对对 加油喔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我可以得唯示这个 Anatomy 让我们可以 count Belt 帝实要变得说 地方要怎么样繁荣 農业要怎么样 让它可以非常紧密地跟我们人 能够结合在一起 其实农会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非常感谢雾峰区农会 在这方面多年来的努力 如果没有你们有这样子的睿智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 可以安心地享受这些农产品 今天来到雾峰区农会的景观 还有了解你们的很多的作为 我觉得那个雾峰区 是一个可以非常放心的 进去逛逛的一个好地方 其实我们也期待 台湾社会上各个地区 有这样子的角落 可以让所有的每一位朋友 安心地走进去 很放心地买东西 很放心地吃东西的场域 然后也能够有很棒的土地利用 真的台湾真的是宝岛 地球只有一个 是我们所有的人要一起的 来多多爱护的 那今天在这里 我们也很想要在这里吃米 当然一定要让大家去品尝一下 是的 观众朋友欢迎你们一起来 我们的朋友到底来这里吃米 然后吃饭用餐 是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总监事 花很多的时间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哪里 跟我们一起说故事 谢谢 让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赞用你这么多的时间 谢谢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心安宁 是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